嗨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小媳妇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姜饮料 在我们开始做之前,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哦 我的视频是有中文和英文字幕的 需要的话记得要打开字幕哦 做姜饮料的主要食材有 当然是姜,然后是牛奶,炼乳,糖,蜂蜜,还有茶包 食材成分以及比例会列在说明框中 咱们开始做吧 首先取出姜 把姜洗干净 然后切片 把姜片放入搅拌机容器里 盖上盖子 将姜片搅碎 然后把姜末放入绿茶袋中 挤出姜汁 将姜汁放一旁备用 多余的姜汁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或冷冻 冷藏的话可以保持一个星期 冷冻的话可以保持六个月 建议将多余的姜汁放到冰箱后再冷冻 需要多少姜汁就取出多少姜块 然后我们来泡茶 将茶包放入杯中 加入热水 几分钟后茶就泡好了 姜奶茶 在杯中加入姜汁 加入热茶 最后加入糖 搅拌均匀 姜奶茶就可以享用了 姜茶 在杯中加入姜汁 加入热茶 最后加入糖 搅拌均匀 姜茶就可以享用了 姜奶 在锅中加入牛奶 加入糖 最后加入姜汁 开中小火将姜奶加热 当姜奶开始滚的时候就熄火 将热姜奶倒入杯中 姜奶就可以享用了 姜蜜水 在杯中加入姜汁 加热水 最后加入蜂蜜 搅拌均匀 姜蜜水就可以享用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姜饮料食谱的话 记得点赞 还有要转发给你的朋友看哦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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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